她是在学校中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人 很多人都会说她是女神 但我觉得她这个角色可能比较天真 她自己也有很多愿望 是一个很希望的人 她这个角色我觉得演出是一个非常有梦想 她都会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 最大一个挑战就是学习弧 之前我也有拉过小提琴 但是没有碰过弧弧 做于这个角色 我就要学一些姿势 要如何去握弧弧 然后如何去拉 还有还有很多可能对于 又要认识我的co-star co-actor 然后也要学习她们 她们个人 personality 各方面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跟我平时沟通 聊天就很不一样 我同时又要记起台词 但是也是想用自己的感觉 去说出来 又不是只是说 说一句话出来 但是也是要做演员的部分 又要做说广东话的部分 所以我也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但是我也很欢迎这个挑战 我比较大印象就是 那一次在公园里面 全部演员一起拉乐器 然后到那时候 我记得天气也很好 还有就是通过很久的过程 我们都很辛苦 每天拍戏 然后可能会有些 没有感觉到 可能中国乐器的气氛出来 然后就是那一刻 大家一起拉乐 然后听到音乐 那个感觉是很好 最辛苦的话 可能是 拍戏大演出的 那个过程 就是比较大挑战 我们都拍到很晚 所以大家都很累 但是大约上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音乐对于我是inspiration 就是会带到我很多 我听到音乐 我会跟回我自己的心情 是怎么样 我就听回哪些音乐 从小时 都是一直 又或者拉小提琴 听音乐 不同的音乐都很喜欢 所以我一听到音乐 我会有很多不同的inspiration 我希望他们看到这一部电影 会对于这四个女生 可以有同情 可能会回忆到中学那时候 可能那些初恋 看到一些朋友 然后一起想创作一些东西 那种感觉 我希望他们会有这个回忆 就觉得很温的感觉 这个感觉 是的 我希望看这部电影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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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